台积电从688元跌到495块 那在这一段期间之内呢 一直蒸发了5兆 蒸发的程度还是蛮高的 如果呢美元持续的升值 美元股市持续的下跌的话 那外资呢势必要这个继续调节台积电这张股票 那所以呢台积电的股价就更低的价位 投资人的操作模式 我们会比较建议一般投资官 我相信有一天 他应该会再还给他股价一个空道 台湾早上9点地牛翻身 台股开始行业震荡不安 指数一度跌破15500多点 而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近日股价也持续走低 今日更再度失守500元大关来到495元 创下一年半已来了新低 若以今年高2.688元计算 台积电股价已经下跌193元 跌幅高达28% 市值更是蒸发超过5兆元 是否还会有更低点出现 而投资人面对的情况 是该逢低买入还是先暂缓呢 台积电今年一共已经跌了193块 之所以会跌得这么深 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外资站在卖房 外资之所以会站在卖房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因为美国股市 也出现大幅度的回档 所以为了要应付客户的赎回压力 所以外资只有在台湾 卖出最好的股票 然后来应付赎回的压力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在过去这段时间美元大幅度的升值 台币大幅度的贬值 所以外资在台湾卖股票 那么主要的卖出的标的 还是在于台积电 在台湾卖股票之后 然后汇回去 汇到美元资产 做套汇的一个交易 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之下 是照着外资大幅度的调节 然后台积电它的股价持续下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至于台积电的股价 未来还是不是会有更低点 这个完全要看美国股市 以及美元的走势而定 如果美元持续的升值 美国股市持续的下跌的话 外资势必要继续调节台积电这档股票 所以台积电的股价就有更低的价位 那可是反过来讲 如果美国股市开始反弹了 然后美元又开始回贬的话 那外资的卖牙就可以暂时停止 甚至于不排除有回流过来 再重新买回台积电的可能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积电就应该不会再更低价 至于说台积电从688元跌到495块 在这段期间之内 一共市值蒸发了5兆 那增发的成果还是蛮高的 那至于说投资人呢 我们是觉得说投资人的操作模式 我们觉得说因为台积电这档股票 毕竟还是这个基本面还是非常好 那所以呢 我们会比较建议一般投资工人 做一个定时定额的 逢低承接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用每一次呢做少量的承接 当然不要说一次把资金全部用功 就是逢低定时定额的 买零股的方式逢低承接 我相信有一天 他应该会再还给他股价一个公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感谢观看